日前一位居民组成的自救会反对在仁安村海边设置养鸡屠宰场 业者在3月20号举行了营运说明会 针对居民有疑虑的地方来做详细说明 而场内是支持设立屠宰场的鸡肉摊伤业者 场外则是自救会举旗帜挂布条来反对 警方也出动了警力维护现场秩序 不过双方是各自表明立场似乎没有交集 3月20号下午2点多 仁安活动中心湖外广场来了大批社区自救会成员 挂布条举旗帜反对在海边设立养鸡屠宰场 它的水每天要宰杀这个鸡汁 它要用的水量非常大 那里到目前为止没有排水设施 那你要排到哪里 对不对 那这么多人都觉得不适合不可以 而且它不但今天会妨碍到我们未来 我们跨年的贵官产业 没做污水处理什么都没有就对了 好啊 那这里整个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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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要不必要生活 你说这样也没有道理 那我们这个环境什么都用得很干净 要有聚业聚会啊 你们也是 再怎么撒 要买现杀的 不要买买两栋凍的 要现宅的 对啊 现宅啊 要现宅的 不要冷 环保做好就好了 环保 你觉得他们会做好吗 对啊 针对自救会在意的污水排放问题 业者说做的比环保局要求的还要严谨 环保局是要求做污水 就是污水净化池嘛 我们达到流放标准之后 我们还在排在我们自己 就是前面一点腹地地方 我们再挖一个鸡鸡 再排放到单那边 再买一个保障就对了 因为他们还没有看到我们厂区建成 他们还对这一块没有了解 因为花链总共有四个电材厂 目前有四个电材厂 那他们的排放都已经到达标准 也没有发生污染事件 都没有 我们现在是比他们更高规格的 我们是环保局会管制住我们的 不管我今天排五吨三吨十吨二十吨 他都要求我管制 为了避免冲突事件 警方也动员人力在现场介护 双方户外户内 各自表述立场没有发生火爆场面 但也没有取得共识 自救会还发起要在厂区周边 张挂布条旗帜抗议 坚持捍卫美丽的家园环境 借吕会前相报道